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简要新闻 我是饶一鸣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被以故意杀人罪被宣办起诉 同时被起诉的还有薄熙来家的勤务员张晓军 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四报道说 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一案 近日已经由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报道说 审查查明被告人薄谷开来及其子薄瓜瓜与英国公民海武德因为经济利益发生矛盾 薄谷开来认为海武德威胁到了薄瓜瓜的人身安全 遂与被告人张晓军共同投毒杀害了海武德 报道还说 合肥市中级法院已经受理该案 并将择日开庭 北京市当局将在721暴雨中死亡的人数增加到77人 并称这次暴雨为特大自然灾害 自本月21日起 北京市连降好雨 造成严重灾情 官方22日晚间公布在暴雨中有37人死亡 这一数字引发了广泛质疑 就此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新闻发言人解释说 之所以至今才公布遇难者人数 是由于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 给遇难者搜寻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遇难者身份确认也需经反复调查核实 到目前为止 对受灾现场的搜寻工作 已经基本完成 遇难者统计人数不会再有大的增加 曾经到香港参加七一大游行的江苏访民 宋宁生和曾九子被判劳教一年零两个月 据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四报道 在香港的人权组织 中国百姓维权联盟证实 中国内地公民宋宁生和曾九子 因参加今年7月1号香港大游行 返回内地后 先在北京被关入黑监狱 再被江苏省行政拘留10天 近日被判在江西某个劳教所劳教14个月 《南华早报》说 这是中国大陆公民首次因为在香港 参加这种活动而受到司法惩罚 素有亚洲诺贝尔奖支撑的 菲律宾麦格塞塞奖星期三 公布今年获奖人名单 台湾爱心人士蔡范陈树菊 以其多年的刑善逸举 积身6位获奖人之一 台湾外交部长对陈树菊说 这是台湾的荣誉 并鼓励他8月25号去菲律宾领奖 陈树菊在台东县涉滩 卖菜长达数十年自身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 但是他的爱心捐款金额却高达数千万新台币 陈树菊曾获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2010年全球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的第八名 贵州普安县一处煤矿星期三和星期四连续发生两次冒顶事故 第一次冒顶时5人被困警下 事故发生后煤矿再次发生冒顶 部分救援人员也被困警下 目前第二次被困的53人已经全部生还 第一次被困的5人仍在搜寻当中 据事故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已经安全升警的这53名被困人员生命体征平稳 宪政送往医院检查当中 事故的相关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日前台湾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通过 在大陆经营的台商蔡延明拥有的旺旺中石集团 并购另外一家有线电视系统业的申请案 旺旺中石集团负责人蔡延明 原本是在中国大陆经营食品业的台商 2008年他跨足台湾媒体业 先入主中国时报中天电视台以及中国电视公司 成为拥有报纸杂志以及电视台的媒体句子 这项决定引发民进党以及部分学者的强烈反弹 痛批媒体怪兽已经形成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姚一鸣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